《语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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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忘字非吧 我相信在玉树这个地方 尤其是 大家注意 尤其是触及到一个什么问题 民族团结的问题 这不是个政治问题 这是个人心的问题 我去过少数民族的地区 我跟哈萨克族 藏族 维吾尔族 有深情厚益 还有穆斯林 有深情厚益 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相处得非常好 那么现在前一阵新疆 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那么这些人 我觉得灾难来临的时候 人们就会团结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大的主题 谁写谁有 不需要文字架工 照实了写 照最感人的 不要煽情 真实的感人的故事 来写 有时候你们觉得我自己还不够成熟 我写不好 错 有时候你反过来想 当你们觉得不够成熟的时候 我反过来问一句 你是不是衰老了 我觉得还不够天真 你索性再往童年 退他个十年二十年 你就写好了 一个孩子 他没得错 一个孩子 所以我自己看到孩子 我就很多 这个人大 每次我来人大的路上 大家都知道 这个天桥上 卖刻彰半证的 刻彰半证的 本来我就很厌恶这些人 但是我一看到这些孩子 我就受触动 我就觉得 我本来我是觉得 这些妈妈该死 怎么能把孩子带到这个地方 这孩子听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刻彰半证 他多可怜 是吧 但是我现在想想看 没者这个妈妈也不容易 他是为了这个孩子 是吧 为了这个孩子的成长 他没有经济来源 他想让这个孩子活得更好 所以我当时 我今天早上过来 下午的时候过来 我就看到有两个小孩 刚刚会走路 就在那个人大 那个门口的那个铁栏杆那里 这个晃着那个铁栏杆在那里玩 我就想到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三岁 家里面玩具玩不了 恨不得一房间 一个小孩就把那个铁链子当那个玩具 我就觉得我很痛心 我就觉得这孩子很可怜 但是当我们以这个孩子的眼光 来看这个刻彰半证的事情 就不简单了 你理解吗 如果是一个记者来 哎呀你们刻彰半证 快打个电话给警察抓起来了 就是这么样 但是一个文学工作者 他关注的不是这些 他关注的不是是非道德判断 他关注的是什么东西最应该关注 一个孩子的成长 你说这孩子有什么错 难道他的成长不应该关心吗 难道他的身心健康与我们无关吗 如果你觉得有关 你就要关心这件事 你就要解决这件事 你就以这个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来看周围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大人做的实在是太差了 不光是他的妈妈做的差 那些形色匆匆赶路 带着蔑视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人 也有问题 可不是吗 因为你对这个孩子没有尽到义务和足够的同情 是不是 如果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人来看的话 这需要很深刻的头脑吗 需要很深刻的哲学思想吗 错 需要让一个孩子朴实的单纯的心灵 当我们能够有成熟的思想 加上一个单纯的孩童一般的心灵的时候 我们的文学就成功了 不需要更多的技巧 所以我还是讲这个玉树灵风 我能预感到 我现在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这个是个好题目 而且可以写出一本像古拉格群岛一样伟大的作品 前提是你们要花十年 我夸张了一点 就是说要有这个心 要有这份心 理解吗 不是说我要拿这个东西 卖一个畅销书 我要成一个名作家 而是说我要去那儿与他们共患难 就像香港一个义工牺牲了 了不起 香港这个义工 他默默无闻的 他去玉树救人 被废墟埋了 余震很厉害的时候 他还冲到房子里面救人 被埋了 就因为出了这样一个人 香港我都对他肃然起敬 本来我不怎么喜欢香港 香港能出这样的人 香港还是有希望 我是觉得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文学关心什么 关心灵魂的力量 关心人的情感 而这个情感不是装出来的 是身体力行的 玉树灵风就是一个好的题目 我用这个白地城 我用一个纯计时的手法来写的白地城 就是学的古拉格群岛 学的往事与随想 学的上帝之城 所以你们理解吧 读外国文学的作品 你可以去模仿它 但是模仿的完全是你的创造 明解吗 就是说 看似我的白地城 跟上帝之城 跟这个古拉格群岛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怎么样呢 他们在精神上传神给我 我学到了他们的根本的思维 也就是说 当一件事情 成为一个像刚才我讲的那两个故事 那样的级别的时候 至于它是计时还是虚构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它是不是震撼人心 现成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你还虚构什么呀 不用虚构了 所以我们不要被 新闻啊 文学啊 历史啊 哲学啊 这些界限限制住了 我要写新闻 我就不要文学 我要文学 不要新闻 迷失三界有 物后十方空 我们觉悟了以后 没有什么界限 就是一 我们就做一件事 抱着一颗心 直奔主题 就是爱 这么简单 可是呢 正因为你本的这个一 你到处都能发现很多细节 发现那些人的表情 那个眼神 无论你去做摄影 还是做文字作品 所以我特别震惊的一件事情 可能大家 嗯 怎么说 我说这个社会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我们 守着金山银山 我们出去要饭 什么意思呢 从文学上来讲 我们祖国大帝有太多 太深刻的 好的文学题材 没有人去做 这文学家一个个都觉得 写什么好呢 好像都写完了 写些民国的时候 我最看不上那个红粉的作者 写点什么 当时妓女改造啊 乱七八糟的 是 没什么意思啊 你也没写出一个新意来 你到底想干嘛 写一点一些腐朽的东西 坐在家里写 这个书卖的还很好 现在的人都怎么了 那么现实当中 你像玉树林峰没有人写 问穿谁还去关心灾后 我小小年纪出门写作的时候 我就写出了一句话来 我说 出门旅行不是为了猎奇 没有奇迹的地方 才是生活本身 我刚出门我就感觉到了 因为我们不需要奇迹 我们要发生什么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地方 才是发生了最大的事情 万历十五年就是这么写出来 你们看过吗 一本书叫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写的 那个年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他就把那一年的人情事故写了一下 人们对历史有个重新的认识 就好像问穿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热点变成冰点了 谁还在与那些苦难的人共命运 因为已经不再是新闻了 已经是旧闻了 文学是新闻 文学是心灵的见闻 不是新的见闻 所以恰恰要避开那个新闻 是这样的 这个就像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新闻跟我说的新闻的区别 我在白地城当中有一个章节 就是白地城下面有个凤杰古镇 就是这个2300多年历史的凤杰古镇 那一年最后一栋楼要爆破 还有瞿汤霞 瞿汤霞这个石壁要铲掉 全国各地的记者都去了 他们有先进的设备 有车 有船 我想跟他们搭船 那个记者也不守信用 我跟他套了半天近乎 他最后也没让我去搭船 我也没看到那个现场 我后来一想 我为什么要看那个现场 我就不去了 我说你们都走 我一个人在一个空城里面 就大家都去扛着摄像机 去看那个石壁的切割 去看那个最后一栋大楼的爆破 我就坐在这个广场上 吃一碗面 跟这个小贩聊天 好 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 下岗工人出来游行了 下岗工人就觉得 记者来了 我们平常这么都不满 无处发泄 结果怎么样呢 记者全跑了 就我一个人 就我一个人 所以我就得到了很多材料 得到了很多材料 结果那些人也是 我到外面老给警察抓 你是干什么的 你有证监吗 我说你有证监吗 他说你到这儿来 为什么不跟我们报道 我说你到北京 也没跟我报道 话虽这么说 我说完了就跑 我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我说我能依靠的 只有人民群众 我又没有背景 我也没有动机 我也没有人 抓进去 没有人来捞我 我就说完了就跑 这很惨 很惨 但是我就告诉大家 我跑 我不是逃兵 我已经得到了真相 我已经看到了真实的情况 我把它记录下来 理解吗 所以我就觉得文学上 有那么丰富的题材 为什么不去做 大家想想看 2300年的古镇 100多万人的家 好多好多这样的古镇 被江水淹没了 而且是好多年 江水涨了好多年 一点一点涨起来的 没有人去关心 我走到哪里 老乡就跟我说一句话 我在各地方 听到同一句话 说我们一直以来 想找你这样一个人 从来都没碰到过 我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也没有什么别的 我就有一颗红心 没别的 就去呗 但是没有人做这些 记者去了就走 而且一去 那个当地政府就车来接 那些警察也跟我讲 那些当官的也跟我讲 你跟我们打新招呼吗 还用得着你住这儿吗 吃饭都是免费的 住宾馆 派车随便的 我说我要住你的宾馆 派你的车 我到这儿来啊 我在别的地方去不好吗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被他们收买 不要说是宾馆车 千金万银也买不了我 革命的决心 我不会被收买的 任何情况下 不会被收买的 如果你们哪一天 听到王毅培被收买了 那是姚蝉 我不会被收买的 所以我是觉得 有很多现实的题材 好 我们接着讲 这个现实的题材 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 众为清根 我们举两个例子 好 我们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赵本山是吧 讲 有的人争议他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我昨天跟他学了一个 学了一个字 他是我一字之诗啊 赵本山啊 我跟他学了一个字 许歌会采访他 名人面对面凤凰卫视 许歌会采访他 他就讲他生病的时候 不是差点脑血管流破裂 然后差点送命吗 他都在病床前 跟他的徒弟交代遗嘱了 我这个银行卡给我的前妻啊 你们要团结啊 在那说遗嘱 他的徒弟流着眼泪说 说师父啊 你不能梅 这个梅字我是跟他学的 我觉得这个字特别好 说师父啊 你不能梅 你想这个事 这个时候人要说 师父啊 你不会死 说师父啊 你不会去世 师父啊 你不会离开我们 哪怕说师父啊 你不会走 都不对头 你不会梅 这个字用的好 我就觉得这个东北话 可以引到汉语的大家听 我们不要分 那是东北话 那是四川话 好的语言我们都引进来用 我就听到你不能梅 这个语言好 而且在这种时候用这个词 我很受感动 就像我上次大家讲酸 那个字 我感动 昨天他说梅 因为在中国古人很避讳这个死字 是吧 什么驾崩啊 什么 但是我到现在就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词 他说梅 那么我们接着讲 赵本山 我们如果把他和另外一个孝心做一个对比 我们来谈这个话题 就是周别林 周别林跟赵本山 我们先不要感情用事 他们一样做了贡献 一样有名 一样千万人在 多少亿人在看他 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有差距的 谁更好呢 我认为周别林更好 为什么我认为周别林更好 不是因为赵本山是农民啊 是中国人 不 我特别希望赵本山比周别林好 但是赵本山比周别林差了好远 为什么呢 因为周别林的每一个喜剧 都有一个沉重的主题 理解吗 沉重的主题 严肃的主题 所以他可以乱搞笑 搞笑的前提是什么 有一个严肃的沉重的主题 作为根基 赵本山就没有 不严肃 你理解吗 他这个根啊 当你一个根飘的时候 小沈阳也是 我只有一天一看到他父母的时候 我很感动 他就不敢触及自己最敏感的那个神经 小沈阳我会看相的 我看他骨子里是一个苦孩子 特别不自信 特别慌乱 特别受过很多苦 但是他不敢面对这种苦 他只好用搞笑的方式来掩饰这种苦 所以他把这个重的根啊 让他藏起来 没有了 轻微轻根 只好搞笑了 理解吗 就是说的严重一点 就不登大雅之汤 为什么不登大雅之汤 因为他不是没有这个重的根 他没有去面对它 他们都有苦难 都有沉重的 你看周贝林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就像那个 他讲一个 讲一个 流浪汉嘛 就是查理流浪汉 跑到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 超市关门的时候 他们悄悄在超市关门以前 潜入那个商店 关了门以后他们两个享福了 哎呀 睡着大床啊 吃东西啊 用着奢侈品啊 好这时候半夜 突然冲进来打劫的人来了 把他们两个人抵到墙上 啊这样举着手 枪顶在后面 他回头一看 打劫的人一看 哎呀 哥们啊 咱们原来在一个工厂工作啊 有两个人拥抱 这一个构思多好 下岗工人呀 他们都都没吃的了呀 都混的那么惨 你来抢劫 我在这里混一夜 同是天涯沦落人哪 哎 多么重的主题啊 大家想想看 赵本山要是出这个主题 我告诉你 第一关就过不了 领导就通不过 这不是社会阴暗面吗 通不过 理解吗 这是有原因的 可是这个他就不是一般的笑 理解吗 当人们笑的时候 是想想是要落泪的 哎呀咱们都是一个工厂的工友啊 混到半天 我在这里混一夜 还被你抢了一下 咱们都没饭吃了呀 他是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摩敦时代的控诉啊 是吧 所以他是非常深刻的 更不要说这个大独裁者 大独裁者那个里面 希特勒还活着啊 他就敢这么损希特勒 而且他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啊 据说希特勒看了这个电影 还很喜欢 说明他超越了呀 哎 到一定的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马克吐恩写的百万英镑 也是个搞笑的事情 搞笑的事情 但是马克吐恩 严肃的话题在里面 大家记得一个细节 当这个 有一个真正的绅士 雇了一个女仆 就嫉妒这个爆发户啊 这个绅士 英国绅士被赶走了 她就跟这个女仆说 哎 你去把她这个钱给她偷过来 看她怎么样 因为她被赶走了 她不服气 被这个爆发后赶走 这个女仆就在她 洗衣服的时候 把她这个衣兜里的百万英镑偷走了 偷走了 结果这段写的特别好 还是这个音乐 当当ód咯唄递答当 Cosme 牌 本来是大家绷着公公正正的 给她做衣服 财生公公给她做衣服 这个饭店的人给她免费做 一看你这个钱没了 全部拿走 房东要把她赶出去 裁缝要把她 衣服扒下来 反正他差点就给扔到马路上 哦这个绅士就不干了 说这个国家堕落了 你快把这个钱还给他 他说我们这个玩笑开大了 你怎么能 这个绅士还真是一个绅士 就觉得一开始我对你不满 但是你被搞得这么惨 我也不能这么不仁不义 他就跟那个女傅说 你赶紧把钱还给他 还给他大家又变了脸 实际上是很苦涩 另外我再跟大家讲一个细节 也是我看的特别喜欢的一个细节 就马克图温在写一个叫哈 叫什么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有一个汤姆索亚历险记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当中有一段故事 我们也来说这个话题 什么故事呢 就是讲到这个哈克贝利亚 就是有一点美国的调皮孩子 白人孩子很搞笑的 他呢就和一个黑人孩子 就从这个他的一个姨妈家里面逃出来的 一个黑人不是孩子了 一个青年了 一个奴隶逃出来了 叫Jim Jim和哈克贝利芬两个人呢 就沿着密西西比河逃跑 本身这个构思就很好 它有一个细节 所以有一天啊 他们两个人坐着这个木筏 顺流而下的时候 突然发大水了 夜里面发大水了 这个洪水啊暴涨 把他们的木筏就冲散了 两个人就差点送了命 被这个洪水啊 冲到河里面 然后又冲到这个石滩上 两个人抱着树枝 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 四周到处都是迷雾 然后这个哈克贝利芬就躺在 躺在这个沙滩上 这个时候Jim这个黑奴 逃出来的黑奴 善良的Jim跑过来 哎呀 他说哈克贝利芬 我可找到你了 刚才我们真的是差点送命啊 咱们两个人真是难兄难弟啊 刚才发了洪水 好危险啊 这个时候这个哈克贝利芬 还捉弄他 说啊 你说什么呀 你做梦吧 刚才有洪水吗 我们不是一直睡在这里吗 有洪吗 那是你做梦吧 我们睡在这里好好的 而Jim拍拍脑袋 哎呀 是我糊涂了吗 可能是我糊涂了 哎呀 对不起 然后与此同时呢 他开了这个玩笑 把这个木 Jim搞傻的时候 突然这个哈克贝利芬 良心发现 他说哎呀 刚才确实这么回事 是什么只存在 我吃了一个小兵 有什么懵 有什么小兵